睽違23年台灣燈會重返台北 今年主燈是他 太空兔兔整裝出發 銀河兔年今年主燈玉兔裝彩 總高22公尺身著太空裝的巨型玉兔 靈感來自台灣晶圓產業 動態影像的大臉表情好生動 透過真人臉部動作的捕捉技術 呈現在玉兔畫面上 台灣燈會圓展區也搶線鋪 睽違23年後 台灣燈會回到首都燈場 三年疫情解封後的首場燈會 預估2月5號到19號燈會期間 信義區將湧入爆量人潮 過往的經驗都是在開幕第一天 人潮會最多 以及一假日就週末的晚上 人潮會比較多 那相關人流動線的規劃 以及交通等等 我們相關局處 也都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 那我擔心啊 但是還是會很期待來關上 如果是在信義區的話 那應該是還可以期待一下 台灣燈會在台北地標101 信義區最繁華商圈 展出超過300件的燈飾作品 要陪伴民眾喜迎兔年 記者楊奇浩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 警察各地特別注意到 好